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1年12月14日 今天有兩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是今天早上 一個比較嚴重的事項 就是警方拘捕了10人 在他們家中搜出超過200枝槍械 而警方有合理的相信和懷疑 就是這群人企圖利用這些槍械襲擊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而且這群人全部不是普通人 全部都是黑暴 曾經有些人亦因為黑暴事情被拘捕過 亦有大部份參與過理大攻防戰這件事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這件事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就是昨天是12月13日 是我們的國家公祭日 而不少學校當中包括圓圓學院 成為了受攻擊的對象 圓圓學院向小學生播放 關於日本侵華南京那段時間的紀錄片 有家長批評 這樣引起小朋友的不安 而這件事亦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 稍後我會說說這件事 說說我自己怎樣看 圓圓學院這次的做法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很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插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右下角訂閱 開啟鈴鈴鈴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和大家說的 就是警方在這兩天展開了一個名為托雨的行動 而這個行動中拘捕了10人 這10名人士全部被控以管有無牌的槍械 管有攻擊性物資和輸入或輸出戰略物品等罪名 他們這群人被捕的10人大部份都是黑暴 而警方正在調查這群人 到底他們是否在立法會選舉 做一些大規模襲擊還是怎樣 根據警方那邊的新聞發布表示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簡稱O記 經過過去一段時間的深入調查和情報搜集 鎖定了一個潛在的暴力犯罪團夥 相信他們將一些槍械和武器儲存在倉庫 而如何警方發現這群人 就是因為早前在機場貨運站成功捷獲了 其中一枝他們在外國訂回來香港的預壓式高壓器槍 就是因為這樣追隨這條線 接著這條線找到這群罪犯 而在這次的行動中檢獲了超過200枝槍 當中是190枝經改裝的非法器槍 而他們的焦耳發射能量超過2焦耳 而11枝預壓式高壓器槍 相關的高壓電泵也有 而在整個過程中警方幸好那群人沒有反抗 也警方成功拘捕他們在沒有人受傷的情況下 為何我會著重強調這次沒有人受傷 因為這群人所製造或改裝的槍械 其實不是很少 力量亦比較大 今次警方找到6700發口徑0.25至0.82的懸豬懸彈 嚴格來說不可以說是真實的子彈 是不同於火藥子彈 但這次改裝的槍其實是根據一些玩具器槍 根據香港法例 如果玩具器槍是發射的動能焦耳 小過兩焦耳就是玩具 大過兩焦耳就有機會傷到人 所以當作真槍處理 而這群人所製作改裝的槍全部超過兩焦耳 不單是超過這麼簡單 超過一千倍 他們的動能焦耳是接近二千焦耳 二千焦耳是一個甚麼概念 假如一個口徑是9mm的手槍 實彈手槍 它的招耳平均是500至900 也就是說它們這支槍其實是兩支手槍的威力 甚至是三支 四支 如果計算步槍來說 它們的槍的招耳 如果正常 常見步槍就像美軍用的M4 就是1700至2200招耳 而這群人身上手出的全部超過二千焦耳 也就是說發射的能力跟一支美軍的步槍沒有分別 只不過它們射出來不是普通的彈藥子彈 而是一些鋼豬 跟BB彈差不多 但BB彈是交他們的實心鋼豬 攻擊力也非常大 亦是輕易去粉碎一些建築用的磚頭 大家明白 粉碎磚頭 我現在不是空手道砍開它 而是用槍射爛的磚頭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就是說這槍的動力或殺傷力非常大 而在這次拘捕的過程中 除了找到槍外 也找到一批軍用物品 包括防毒面具 雷嘴 對港機 斧頭 攻擊性武器 甚至連避彈衣裡的防彈板都有 這裏不禁令我們提出一個擔心和疑問 這班人又有槍 又有對港機 又有防毒面具 而且還有防彈板 他們的用意在哪裏呢 他們是否打算當防彈板 加上戰術背心 因為那些戰術背心都可以賣 他們把防彈板放進去 就當避彈衣上街頭和警察駁火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警方因為幸好在機場截到其中一架槍 所以才追查到整個團火 因為警方表示這班人不屬於已知的暴力組織 但不排除他們是潛藏在社會的暴力份子 亦擔心他們是孤狼式的襲擊 所以這件事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關注 警方也會重點調查他們是否想在香港重要日子破壞 當中調查之一是19日立法會選舉 或者是聖誕節 早前我亦曾經出過一段影片和大家討論 有一群人幾個月前已經說明 今天聖誕節平安夜要出來搞事 要重新聚集到街頭 這是必須要提防的一件事 不知道那群瘋狂的人有甚麼狡狀 但這次被捕的人士中 十人有人問 不要一口咬定是黃絲才行 不要咬定是我們手足才行 我們手足是和理非 不做這些事 確實有小黃人不相信 而在今次警方的報道中亦表明 在被捕的人士中 拘捕了九男一女 介乎21至46歲 當中有兩個人曾經因為黑暴事件而被拘捕 分別涉嫌非法集結和暴動 另外有五個人沒有試過因為這個事件被拘捕 但曾經參與過理大事件 也就是說十個人裏面有七個都參與過 而且理大事件那件事我一直都保有質疑 為何曾經帶一群人走過去說要放生那群小孩 明白那群小孩有他們擔心有他們痛苦 但這群是罪犯 他們不投降你竟然放他們走 我們如何維持法治就像現在這樣 這五個人就是當日曾玉成帶隊去到李大 然後要求警方可以和學生和解 然後帶學生走過去的其中五個人 而這五個人演變成為暴力分子 這件事其實曾玉成是有責任的 這件事當日在李大負責有份協調的人都是有責任的 怎可以放生他 就等於2019年6月9日當時我批評警方 我說你那個遺暴戰略不是遺暴是驅趕 驅趕戰略做錯了 一早就應該要拘捕他 6月9日我很記得在灣仔那裏警方用戰術方式包圍了200名黑暴分子 而那群黑暴分子被警方制服後 警方是要求他們逐個登記身份證給他們放行 而不是職場拘捕 引發到後面很多人覺得 你警方不拘捕我就繼續 大不了給你抄身份證 引發了繼續下去 一開始沒有做得最好 當時已經批評過 後來鄧炳強局長 現在叫他局長 前一哥 當時上任後就立即改變了策略 我覺得這個大家看上去已經非常好 但是 在這次事件中 我們看到這個是李大當時放了一群學生的後遺症 而這五個人是當時放生的人 一群 我舉個例子 一群打劫銀行的人 他跟你說 他說我現在在裏面 飢餓膠奸 心理壓力很嚴重 但是天天在跟你警方在對峙 在扔氣油彈 在放火 在射箭 然後 就有一個人出來 不如這樣吧 他們打劫銀行 他們心裏都很難受 不如這樣放了他們 登記資料就放他們走 這個做法 我不認為大家可以接受 而現在最慘的是 這群登記資料的人 他們出來試圖打劫銀行 等於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件事是非常嚴重 幸好有警方可以接得到 肯定大家也要幫幫警方手 因為維護國家安全 維護我們香港安全 每一個市民都有責 假如大家發現有何身邊可疑的人物 或者你發現有些人是極度異常 反常地偏激 對於社會感到極度抱怨 懇請你要聯絡警方 如果那個人純粹是抱怨 沒有做任何實質事 或者他沒有其他事 純粹是罵一下 OK 沒問題 如果警方都覺得他沒問題 警方不會騷擾到他 但如果這個行為可以發現到 一個潛在的孤狼 你就救了人命 所以懇請大家必須最一分力 每一個市民都盡一盡自己的公民責任 看到潛在有可疑 有機會發生暴力 有機會發生罪案 向警方舉報 說完這件事 想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昨天 是12月13日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 12月13日是甚麼日子 12月13日是我們國家的公製日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在1937年12月13日 日本正式佔領南京持續六星期以上 當中在南京所發生的事情 相信大家都清楚知道 我也不多說了 而在國家公製日的時候 我們香港有小學希望教學生 告訴學生 到底國家公製日 到底在1937年12月13日 在南京發生了甚麼事 這間是說 屯門直資小學 保良局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學院小學 這間小學早前在星期一的時候 就向小學生播放 南京的當時戰爭所拍攝的真實片段 當中包括日軍所做的暴行 消環遍野的情況 導致有些學生看完之後 驚恐 哭入 引起了家長的不滿 這件事發酵得很厲害 因為有很多學生家長走過去投訴學校 甚至向教學局投訴 說不應該讓小學生接觸這些事情 但很明顯你問我那群家長 是愛子深切 別有用心 這就顯然易見 因為南京的這件事 不好意思各位觀眾 因為YouTube不可以說那些字眼 所以我只可以用南京事件去說 說不到大圖的字 南京事件入面 這是我們國家的歷史 亦是事實 亦是日本侵華的鐵一般證據 亦是日本犯下違反道德 違反人類法 那些實證 在日本那邊 日本從來不教這些事情 甚至現在日本的歷史書 他借字不提他們當日在南京所做過的事情 世界不能遺忘當日發生了甚麼事 那六個星期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必須要讓我們所有人知道 特別在香港我們現在政治高度化 甚至有一群人不停反對我們國家的日子 的情況下 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年青人忘記這件事 所以我極度支持這次圓圓學卷小學 她所做的這次播放教材 而有群家長肯定投訴 林鄭月娥亦出來表示 其實也收到這些投訴 但認識歷史非常重要 如果不認識歷史 難以理解一國兩制的重要性和獨特性 她亦說 如何教歷史有不同的方法 接收學生 即按學生的年齡 吸收的能力有所不同 自主權交給學校 而她亦說 運用影片和圖片達至歷史的目標 學習歷史的目標 是不會引起學生焦慮的 我同意 你問我這個學生的小一 是否足夠能力承受他看這些圖片 的確他可能會引起他心中的不安 可能會覺得很血腥很恐怖 不應該這樣做 但小學生在面對這些圖片時 因為她正在學習歷史 只要老師清晰和她說 她正在學習歷史 而且事後也有做好相關的輔導工作 其實不會存在一個大問題 反而還會加深學生對南京事件 她這件事 日軍侵華在南京所做的事 加深了她的印象 加深了她對這段歷史的認識 在這次事件中 其實有媒體訪問一些學生 有些學生表明 小四的莫同學表示 她也是姓莫 我也是姓莫 她表示上星期看過那段影片後不開心 她指今早有特別的輔導環節 老師要同學內容寫得感受 我母學同學就這樣寫 她說我寫了覺得不開心 feeling back 因為我不知為何那些日本人突然要殺中國人 有同學回家回家後哭 小四學生說我也要哄同學 班上也有些人在哭 他們跟我說那些影片很恐怖 嚇到他們 另外也有些家長說其實是支持 這次學校教這些歷史內容 如果小學生我們不教 讓他們長大了才教 他們去到大學我們已經無法教 必須讓他們認清楚 甚麼是南京事件 甚麼是國家公祭日 在1937年12月13日開始 在我們南京發生了慘不人道的事情 令到我們全中國人民 以至到現在都非常痛恨日本 我們痛恨的是他們一直沒有承認自己所犯的錯 甚至是污衊我們國家 甚至毫無悔意 犯下所有的戰爭罪行 所以特別是現在 你知道香港這個時勢有很多小黃人 如果進入大學更加不用教他們 所以你問我小學生教 其實現在這時候已經合適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 也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肥仔傑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Like 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反對派想你插鑑證 希望大家可以按一按右下角的訂閱 開啟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